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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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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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 将近夫提到 自己为女方买了拖鞋和背包等物品 女方却没有任何表示 从来没有为蒋进夫准备任何东西 两个人的付出是不平等的 第三点 将近夫认为自己年纪比女方大经历 过很多的事情也比女方考虑考虑得多 也表示知道女方的想法 所以蒋敬夫认为 两人不应该再继续纠缠下去 并且应该好聚好散 希望分手之后 跟女方还可以继续做朋友 就在事发的几天之后 女方辞去现在的工作 退掉租房 搬到了男方家里 爆料人称 作为蒋敬夫的好友 他给蒋敬夫提醒过 女方在确认关系后 就立刻辞去工作退掉租房的行为 不能独立的性格并不是一件好事 蒋敬夫却认为 这是女方对自己的付出 是爱的表现 事情过去没多久 好友从蒋敬夫那里 得知女方可能怀孕了 离假没能正常到来 但是在烟运报上却没有显示 因为女方长期服用避孕料的原因 大家猜测事情料之后的正常反应 但是女方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怀孕 知情者也对女孩知情一直单身 却长期服用避孕料的事情表示怀疑 但是还是让蒋敬夫带着女友 去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 在医院女方拿出了 有军盲的笔钞和一张写着化验单 当问到大夫的诊断时 女方回答不清 并且已在表示 自己可能怀孕了 爆料人的妻子因为正处于怀孕期间 在看了快电单数据之后 表示 女方并没有怀孕的数据显示 大家都表示了对此事的怀疑 蒋敬夫当时就考虑到 了负责和结婚的问题 并且联系家人想为女孩办理签证 女方提出要在日本购买6000万 以女方的名义 朋友趁回小时很后怕 蒋敬夫微博公布恋情之后 朋友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喝酒后的女方 要求下发了微博 之后 网友翻出他和其他男子在6月的合影 事情才水落石出 至于这件事该如何收场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转线